這時間把這個夢的定律的延伸介紹給大家 就你所知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的遺傳 就是所謂的父親或是親戴傳給子戴之間 除了說有一些單基因的遺傳 我們都知道性狀很容易就寫出來了 像包括捲舌啊 大家有捲舌你一定常跟媽媽爸爸說 你會不會捲舌啊 捲舌基因是寫性還是隱性 捲舌是隱性還是顯性你知道嗎 這個應該高中課本有答應提過 那這是經過統計啦 那個應該是應該是顯性啦 可是沒有人知道捲舌基因是 為什麼有這個捲舌這個基因 OK 你可以想像想為什麼會有人會捲舌 有人不會捲舌 那表示顯性是好的隱性是不好的嗎 好像也沒有差啦 OK 好那這個基本上來講 我們就先跟各位講說 有些符合夢的定律 但是有哪些呢 是不符合夢的定律的 你就你所知道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是不符合夢的定律的 我所說不符合就是說 不是像我們想想說 這個一定是三比一的比例這種 就是不符合 那有哪些例子 什麼不要跟我講信念遺傳 信念遺傳也符合夢的定律啊 信念遺傳不是不符合耶 信念遺傳我們剛才講 那個血有病那些是不是符合夢的定律 是的喔 所以不要搞錯了來 中間型遺傳 OK好等一下我再講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什麼叫中間型遺傳 像什麼花 隨便講什麼樣的顏色 白的 紅的 就換紙袋 就像是粉紅的 中間型 OK好 哇後面怎麼那麼踴躍啊 後面怎麼那麼踴躍來 多基因遺傳 多基因遺傳 請說一個例子 膚色 OK 還有沒有 身高 身高 好 沒關係反正你們同俗嘛 身高 OK 那除了這 多基因遺傳 剛才還講的是什麼 還有哪些 不符合夢的定律的 什麼意思 什麼叫副等位基因啊 血型 血型 OK 血型 你所謂的副等位 是什麼意思 副等位 你們叫做副等位 你們得了英文名字叫副等位嗎 副是哪個副 副數的副 副等位 這個 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個翻譯不太好 英文你知道什麼嗎 英文叫做 co-dominancy 什麼叫 共 共同概念 共顯性 所以我覺得 負顯性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好 如果按照翻譯來講 你的co-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顯性 同等厲害 但是顯性 所以說有時候我告訴你們 你們寫解釋名詞 你不要再寫這個名詞 我告訴你看到這個名詞 我是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會打差 除非你要解釋 對不對 好 那還有沒有 那個 不符合夢的定律的 你們講喔 中間型 然後 這個 或者是說 這個 共 共顯性 還有呢 還有那個 所謂的 身高 多基因的遺傳 那還有呢 OK 大概一般人所知 認知家就是這些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到時候 再會跟大家講一些 一些例子 一個叫做 善未效應 有沒有聽過 善未效應 什麼叫善未效應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 你是下面的 上面的基因 前面的那個基因 做了什麼事情 影響到你 你本來應該是顯性的 結果前面的基因 基因顯性了 你就變成 沒辦法 凸顯你的顯性 會影響到你 所以它就變成說 是 這個兩個基因的互相影響 至於誰影響誰 誰 只要是誰 是主要的被影 那個是前面的那個 就是善未 善未效應 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還有另外一個 自死基因 自死基因 會不會影響夢的領域 自死基因 會不會影響夢的領域 會 我們會跟各位講 為什麼自死基因 會影響夢的領域 有人可以 大家瞭解 先提一下 為什麼自死基因 會影響夢的領域 簡單 自死基因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有這個基因存在 或者說這個基因 險性的時候 你會死掉 所以呢 你會死掉 表示什麼 你不會存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呢 你連胚胎的時候 都存在 不會存在世界上 那你覺得 你那個 跟你同一個子彈 假設有四個人 本來是三比一的比例 結果 那有一個胚胎死掉了 那出現的比例會是什麼 對不對 OK 通常都是 都是顯性會死掉 所以通常會變成 會變成是 三分之二的概念 好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 自死基因 怎麼去影響夢的領域 然後接著呢 最大中文就是說 所謂的 Modified Ratio 什麼叫Modified Ratio 其實就是說 它本來是 9比3 各位你們都知道說 我們夢的定義 如果雙性狀是 9比3 比3比1的比例 對不對 OK 像這個Case 我們先不講說 這個是 這個是雙筋影響的 好 但是呢 實際上有可能是 雙筋控制一個 毛色的性狀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三種顏色 可是它是雙基因構成的 結果它的Ratio是 9比3比4 欸 9比3比4 是不是跟這個很像 這代表什麼意思 某種情況下 它本來應該是符合 9比3比3比1的比例 結果因為它是 共同控制這個毛色 導致說 不管是這個 或是這個情況 都變成白色 所以它就變成 9比3比4 所以就是Modified 我們想說 所謂的什麼叫做 Modified Ratio 其實就是說 它從這9比3 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有沒有可能 變成9跟3 9跟3 變成12 12比3比1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有啊 有這種Ratio 有沒有可能 9比 應該變成說 這三個 9 11 12 15比1的比例 有可能 OK 所以我們就是要跟你講說 這些Ratio 怎麼樣去判讀說 到底它 兩個基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會變成它的Ratio 不是9比3比3比1 而是它會有點Modified 做一些變更 這就是我們這一張 要去講的 那剛才我們講說 這個上位 上位效應 其實就是這個啊 這個你看 各位看一下 A型的爸爸跟AB型的媽媽 結果生出來的小孩 有一個O型 慘了 路邊撿的 然後 他跟他O型的跟A型的一生 又生了A型跟AB型跟B型 本來來講 A型跟O型 比多只有A型跟O型 他怎麼會有AB型 怎麼會有B型 所以 修過遺傳鞋的話 就可以去外面亂搞就是這樣 你可以跟他解釋說 這個是上位效應的關係 所以不是我去亂搞 OK 好 那 所以 你看我這邊提到一個上位效應 提到一個是Multified Ratio 就是在這邊 或是其實Litho也是 Litho這個致死基因跟這個Multified 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才是主要要跟大家講 這個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提到 好 那前面我們在講說 這個所謂的中間型 其實又有好幾個說法 其實中間型你要翻譯成中文 要怎麼翻譯 中間型 Middle Phenotype 還是 所以其實它的英文叫做 Incomplete Dominancy 什麼叫做Incomplete 本來是顯性的 但是它其實正確的名字叫 不完全顯性 可是你們又有人叫做中間型 那也對沒錯 可是你這樣 你到時候你叫寫英文翻譯 或是說出一個英文 這個你看得懂嗎 你就看不懂 這個又有人叫做Partial Partial Dominancy 所以其實這就跟你講說 有時候學英文 你學這個字 比你學翻譯重要多了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要講的 這些幾個主軸 要跟大家講 好 那這也是 也是為什麼這個叫做 孟德爾定律的延伸 因為它不是完全 跟孟德爾定律所預期的 這個Ratial 或是說它的那個樣貌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都符合孟德爾定律 只是它被一些微的修飾了一點 或是被隱藏住了 就這樣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提到 所謂的這個Phenotype 跟Genotype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之前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這個顯性 不是顯性 就是說這個 基因型顯現出來的表現體是怎麼樣 已經有跟大家講說 這個Machines是什麼 所以實際上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很多都在講說 它的Phenotype是怎麼樣 Phenotype 我們大部分都講說 這是什麼發生的 大A小A 大A小A 大A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情況 你知道嗎 不知道啊 那其實科學家就在這幾年 這持續不斷努力 都漸漸把這些大A小A 大B小B 到底是什麼 真正把它解開來 OK 這也是我們持續一直在做的 到底身上的每一個基因 是做在用作什麼用途 好 這個部分大家也是在講 那我來跟各位講一個 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Mutant 各位你們用了什麼叫做Mutant 什麼叫做突變 或是突變珠啊 有沒有人可以說明一下 一下 突變珠 突變 可以從這個圖上來講 突變的概念嗎 二到三分體啊 OK 還是你要用自己的話講 Mutant也可以 突變 其實突變就是 它這個 突變的特質 它的基因型跟表現型 會跟比較常見的 衍生的那種 形態不一樣 OK 這邊講得很好喔 比較常見的衍生型 比較常見喔 其實突變 什麼叫做突變 突變是你認為它跟你不一樣 它叫突變 可是也許說不定它才是正常的 所以永遠不要 應該講說 也許一百年後 它那個才是正常 你是不正常的 好 所以說是變成說是 比較普遍的 我們一般認為是 所謂的衍生型 或是所謂的 正常珠 好不好 那有突變的就是跟它不一樣 好 那有沒有人 可以開始去看一下 從這邊來講 我們都知道大A小A 出現突變了 那這邊來講說 這個是正常的 對不對 正常的 DNA產生蛋白質 產生 就是Wild Type的一個Phenotype 那請問Mutant呢 請問哪一個是Mutant 這個是M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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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它這三個Mutant 有什麼不一樣 這三個Mutant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講一般 一般來講 Mutant很嚴重的 Mutant很嚴重 有一個可能 你把整個基因拿掉 是不是就是Mutant 這個整個基因都不見了 就是Mutant 但是這個有可能 這裡面的幾個序列 壞掉了 OK 壞掉以後 導致它產生的蛋白質不一樣 請問 它還可以維持正常的功能嗎 如果 如果說 可以部分維持 你看像這個就可以部分維持 所以它產生的Berotype 是一個比較輕微的 可是呢 如果像這個 哇這個亂七八糟 亂成一大堆 那它就是一個Sphere 就是一個嚴重的 那相對這個就是沒有功能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說 突變其實有程度上 各位你們不要覺得說 突變一定是正常跟異常 就這兩個 沒有 儘管是突變 它還有很多不同程度 所以說 你今天看到說 有人發神經 或是有人 那個 那個 這個 就是肌肉萎縮 或是什麼 疾病 它也不是不見得一定 肌肉萎縮就一定完全全殘 都不能動 它也許它只是比較行動不便 但是它還是可以動 所以有程度上差異 各位一定要記得 不是零或一的選擇 這個是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不要認為說突變 一定是零或一 一定它有某種程度上 然後 好 那 接著我們就要去跟大家探討一下 什麼叫做 基因型跟表現型的寫法 我這邊列出來 這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一般來講 基因型跟表現型的寫法有什麼 最大的差異 我直接問你 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 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邊也許 這邊沒有特別寫 其實有啦 這一頁跟下一頁就是 那基因型跟表現型 最大差異在哪裡 最大差異在哪裡 你們會寫嗎 那我這邊寫一個 寫一個給你看好 請問一下 那CDK這個 這個是基因型還表現型 不是 Sorry 我剛才的問題又是嗎 基因型跟 跟什麼 Sorry 不是基因型跟表現型 應該是基因型 基因跟蛋白質 蛋白質是貢獻 貧豆胎沒有錯 但是我要問的其實是 基因跟蛋白質的寫法 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知道 前一頁這邊來講 你們我們都知道 基因就是會產生蛋白質 所以啊 如果說你今天要講的 一個基因 叫做白化症的基因 那請問一下 它的基因型怎麼寫 它的蛋白質又怎麼寫 好 那我這邊 有人舉手嗎 剛剛有人舉手有沒有 好 所以這邊來講 我選CDK 這個是蛋白質還是基因 看到這個 大聲一點 有人講蛋白質 有人講基因 認為是蛋白質的舉手 認為是基因的舉手 OK 好 各一半耶 哇實在是哪分 好 那我再問一下 這一個呢 請問這個是蛋白質還是 還是基因 認為是蛋白質的舉手 認為是基因的舉手 欸啊剛才你舉手這個是基因 那這個現在又舉手這個是基因 那怎麼辦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基因 還是都一樣 所以你們發現了什麼不一樣了嗎 基因跟蛋白質的寫法有什麼不一樣 基因是小血的血體 蛋白質是大血不血體 OK 基因呢是小血 基因是血體 這是絕對的 它不一定要大血或小血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也可以叫做基因 只要是血體一定基因 血體一定是基因 這個 當然我們都習慣用小血 好 那剛才就講 只要沒有血體的就是蛋白質 OK 就是蛋白質 需不需要全部小血 全部大血 不一定 有些會這樣子血 有些會這樣血 通常啊 要看什麼物種 有些物種呢 像老鼠好像習慣是用這種 人類好像就習慣用大血之類的 這個有時候有點亂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 只要是 只要是那個正體的 就是沒有血體 就是 就是那個 這個 就是大白質 那接下來就想說 那請問一下正常跟突變有什麼差 有的 正常呢就會寫個正 異常呢就會寫個 減 這個表示說這個基因是異常 缺陷的 mutan的 這個表示正常的 了解嗎 通的你如果蛋白質這個是正常的 你原則上也是會寫C 也是會寫正 如果沒有呢 你就會寫負 就是這樣 那有些人呢 有些會比較特別 就是說 以前的是 是說只要是大血的 就是所謂的正常的 小血的就是異常的 有時候會搞混啊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 像我們講講 我們現在只是一個大概的路 那我覺得先知道說 說是 蛋白質是正體 然後那個 基因是斜體就好 那如果說是 至於說它是 是正常 或是mutan 你就注意看它是正 或是負 就這樣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 有幾個例子 OK 這個可能比較學理 因為你必須要了解一下 它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wild type 它相對這個是正常的 所以它應該是 E正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是這個 灰聲的這個 就是小血的E 有沒有看 它沒有就不寫負了 因為要寫負很麻煩 所以後來就演化成什麼呢 演化成 如果說你是wild type 你就要寫正正 可是正正代表什麼意思 也搞不太清楚啊 通常我們就要去跟 這個mutan比 如果說是寫個正 然後再一個1 你就知道說 原來它是要去講這個 這個身體的顏色 黑色身體的顏色 它是代原者 如果說它是 它是小血小血小血 都是看起來就是負 看起來就是mutan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這個所謂的mutan 那如果正正當然就是正常 正常是灰聲 這邊畫的是很好 灰聲喔 這個是灰色的喔 注意 這個是黑的喔 好不好 他們都有時候 圖 我跟你講說要找到精準的圖 不容易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是灰色的喔 正常的果蠅是灰色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只要血體就是基 只要是正體就是大白質 就是這樣 至於說它是全大血 全小血就不管 那這個只是正常跟突變的概念 也有些人認為正常就要寫大血 有些人認為mutan就要寫小血 可是後來我都覺得說 你要是正常就寫個正 一般來講都是說 如果你是mutan 你就會寫個負啦 正常有時候反而不寫 反而不寫正 就是直接負的 如果說mutan才寫負 OK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來講 中間型 前面都是 等一下以後 也許陸續會介紹 但是分子生物選項會介紹到 那我們現在講說中間型 大家剛剛也有講 就是說 白花、紅花 中間型的粉紅花 那這個mutan是 是介於這個 這個中間的形態的 好 那就大概是這樣 第一代 第二代的時候 就是 第一代 自焦的話 會發現說 產生了這個 這個 顯性跟 隱性跟 所謂的 中間型 這個 Hitraligus就會呈現 它的 它的中間型 或是所謂 這個不完全顯性 那這個理由 只要講到說 不完全顯性 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什麼 我們一般講到 不完全顯性 incomplete dominancy 重點是什麼 看這型態 跟基因型 Phenotype 跟genotype 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是incomplete incomplete dominancy 最大的特色 Phenotype 都是1比2比1的比例 沒錯 他們的表現型跟基因型跟表現型的ratio 是一模一樣的 各位了解嗎 這個是它最大的特色 好不好 那其實講完這個就結束了 好問題是 只有花有出現 這個叫做snapdragon 就是什麼龍 好 那 有沒有在人類的例子 人類有沒有這種中間型的 各位你們在講例子 還不是在講白花 紅花 粉紅花 有沒有其他中間型的例子 或是 那個incomplete dominancy的 有沒有 還有沒有想過其他例子 其實不好找啦 就算是你講的 我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 好 有沒有想過說有哪些例子 中間型 來你要試 智商 智商不是 智商是多基因 多基因引起的 ok 是多基因引起的 有沒有 其實我這邊目前 我這邊已經特別講了 Rare 非常少 英文 好 來你說 那個 你是看我的講義才知道 對不對 還是網路上 講義 ok 如果講義了 我當然等一下就可以講 這個就是 Tysa disease 這個是 就是 猶太人是高危險群 這個 disease 好 那我等一下會講說 為什麼這個叫做 所謂的中間型 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例子 如果沒有我就以這個例子 來講 實際上呢 他呢 這個疾病呢 如果 中間型的時候的個體 你外表看起來 他沒有病 外表看起來正常 可是你給他抽血 檢查 你會發現說這個基因 這個疾病是什麼 是缺少了這個酵素 叫做六糖的這個 這個轉氨基的氨基酵素 ok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人 這個疾病呢 你把這個人 你把他抽血 跟正常人去抽血 你會發現 他的酵素魔性只有一半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我是不是中間型 我正常應該是兩倍 我異常我應該一點都沒有 可是我是中間型 所以我只有一半 但是我的外觀 我的正 外觀呢 卻是正常 了解意思嗎 所以呢 Phenotype 看不出他的 他的這個 所謂的中間型的樣子 但是 你的 你的那個 體內的 酵素檢測的時候 是發現是中間型式的 那 接著你才會問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只有一半的酵素 我還是可以變成正常的 有個人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或是其實答案就在上面 叫做這個效應 這是什麼效應 有沒有聽過 這個字是什麼字 垂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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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生物學的專有名詞 他只是 法職 或者是什麼 你也要講法職 OK 大家都非常的學術 都講法職 那你如果是一個工人的話 可能會聽不太懂 那你說 門檻很好 不錯 這就是一般的用字 法職 像科學在用 都可以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什麼叫做法職 法職其實就是 某個點 你到 衝過了這個 就safe了 門檻是什麼意思 你假如要提高到一定的 你要到哪一個程度 你才可以過這個門檻 不就是一樣的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跟你講說 原來啊 他有一個叫做 我們身體裡面都有這種效果 都有這種效果 叫做threshold effect 也就是說 你身體的量呢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到 多少 才能夠 不一定要到百分之百 才能維持正常 你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維持正常 這就是基本的門檻 OK 了解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身 我們有很多疾病是 是大A小A 都能夠正常的原因 其實很多原因是 是因為 是因為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所以大概就跟各位講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中間型其實很少的 那如果有例子 我們特別取一個 一個這個 只有在酵素 就是 蛋白質的程度上 有中間型 但是 Phenotype 卻是沒有中間 沒有沒有顯現出來 那也許有 只是說 它比較看不出來而已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的 第二個概念就是 共顯性 Condominacy Condominacy 其實就是跟你講說 它其實 它對於 對於這個子代 它影響 都是大家都出力一樣 所以最有名的 就是血型的例子 各位 血型有幾種嗎 血型只有ABO嗎 ABO型嗎 還有沒有 你們知道的血型還有什麼 RH陰性 或RH陽性 對不對 書寫很重要這個 還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你們知道 血型其實怎麼去分 大概也有 也有三五十種 只是我們後來現在 最流行用的就是 ABO AB型 對不對 那其實早期 這樣開始在驗血的時候 知道說 原來只要它有 不一樣的抗原 那它就開始去 去做一些分類 所以就像我們這邊的話 特別 這個 講出來說 這個M型跟N型 那其實它只是跟你講說 不管什麼樣 都是一個 等顯性 有的叫等顯性 或是共顯性 原來叫等顯性 好 OK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得到了一個 T-Trackers 跟T-Trackers 得出來的時候一樣 就是MN型 有沒有 MM型 NN型 然後MN型 2分之1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說誰都是大同 沒有所謂的顯性跟隱性 我如果是這個 我就是大M大N 我就是小N小小 或是說我是MN 就是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顯 一樣的顯 那個 一樣的條件 那你們看一下 AB型就知道 A型跟B型混在一起 其實就是 就是AB型共存 就是這樣的概念 OK 好 那這樣的話其實 就滿容易了解的 那我們主要就是 要跟大家講說 你們知道說 血型的存在 你看 為什麼會有 AB型這種分類啊 A型是什麼樣的概念 A型是什麼樣的概念 為什麼你叫做A型 這個A是死什麼 你說 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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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看到水球上面有 A就是A抗原 就是你自己嘛 OK 好 好 就是這樣 那請問一下 什麼叫什麼是抗原啊 抗原是什麼 蛤 你們學過深化應該很清楚嗎 蛤 中文變質 蛤 蛤 變質性 蛤 辨識 是 變質性的同一個 同一個 不是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抗原的組成是什麼 抗原是Antigen嘛 英文什麼 它是什麼做組成的 糖類只是蛋白質 就是基本的嘛 講到深化 一定是講這三個 來 蛋白質 蛋白質 不對咧 等一下 抗原的生成 不對 不是蛋白質 雖然說 很多抗原其實是蛋白質 沒錯 但是在決定血 決定 決定AB血型的這個 抗原不是蛋白質 你說 糖類 OK 糖類 所以其實答案就在這下一張 那我們現在就 就這邊這邊大概分享一下 你看喔 這個血型型態 如果你是A型的那個血 你的基因型態有可能是大A 或是空的 或是大A 大A 了解嗎 B型呢 當然就是B 那你看一下 如果是大A大B 就變成AB型 如果兩個都沒有就是O型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再來 你的上面是A 你上面的A型是B 那你為什麼A A之後 你不能輸B型的血 因為你是A以後 你自己身體裡面 就會產生抗B的抗體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輸B型的血 它一偵測到B型的血 對對對 它就去攻擊 就把你聚集成快 你就會淋血 好 這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 至於說這個 A型是長相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來看 原來是畫一個血球 上面有畫圈圈 有花山圈圈圈 那圈圈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要把它放大 原來就是一個長相長成這樣 這一大群的 這個叫做A 這一大群叫做B 你A跟B 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有啊 它在這下面好像有一個地方 是共同的 這個呢 應該講說這幾個地方 這個區塊是共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就涉及到說 我們今天 血球要生成呢 它這個地方 先要形成這個所謂的H 糖基的基值 接著呢 再接上A的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A型血 接上B的這個糖 就變成B型血 就這樣 好 所以我現在已經特別跟你講 兩階段生成 先要生成H 再生成A或B 這就是我們要來講 為什麼會有 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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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叫做夢買血型 夢買血型 可能是在印度最先發現 我怎麼樣 就是胖B OK 好 為什麼會呈現這個O型的這個血 那什麼叫做O型血 在你的觀念什麼叫O型血 在我們的觀念什麼叫O型血 在我們的觀念什麼叫O型血 好 後面 再給你們哪一組機會 來 在雪球上沒有任何抗原 所以說應該講說 你如果說今天拿一個A或B去偵測 都會偵測不到 上面都沒有抗原 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說這個antigen的生成 A、B 還有生成過程 它要先形成所謂的一個substrate 或者剛剛跟各位講 這個H的substrate 這substrate很重要的一個叫做酵素 叫做fucose fucose fucose 不是fucose 不是那個果糖 是futose futose futose其實也是某種糖類 那你不用記這麼多 這個我不會 我只是要跟各位說 有一個基座 你就知道有一個H substance 你就想成是一個基座 然後之後再接上A跟B 這樣子 好啦 那我今天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 你A型的B型的抗原 都可以 的物質都可以接上去H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地基 你如果沒有H 會怎麼樣 或是說 我如果說 Fucose 如果缺陷怎麼辦 Fucose缺陷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什麼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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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後面不管要接上哪一種 後面都接不上去 沒錯 上面 接著你要接A或接B 都接不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正常的A型 正常的AB型 就是因為有一個H 上面有AB 或是說 上面有H 但是沒有任何的H 就是O型 可是今天你沒有H H的基質 你就算是有AB的這些糖基 你要你也上不去 所以沒有上去 你就會變成這個 可是這裡面如果根據我們的 血液檢驗 血液的檢驗來講 它偵測不到任何抗炎 它就把它判定是O型 可是如果精準來講 應該它還是要叫做Pong Pong Bay的Phenotype OK 它叫Pong Bay的血型 應該是要這樣 可是我們一般就會誤認為說 它是應該是O型血 OK 了解嗎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 一般來講的一個概念 你看 爸爸是正常的HH 他是O型的應該沒有問題 媽媽因為沒有基質 所以說他雖然是有A的抗原基因 但是他還是O型 對不對 會檢測出來O型 結果他的那個子袋呢 提出來一個小I大A 小A大H 結果他的小孩是這樣子 這樣會呈現什麼樣的血型 看起來他基質OK 又有A型 所以會出現A型 所以你看O型跟O型出現了A型 這在台灣的社會 就會被抓去進豬籠 是不是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有時候Genetic的一些概念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有時候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Genetic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基質會影響後面的 所以說這個是什麼效應 這個就叫做上位效應 前面的會影響後面 這個叫上位效應 好 了解嗎 所以我先介紹到這邊 然後再來我們講說 跟這個LISO LISO基因相對的是什麼 LISO基因是致死基因 所以跟他相對的應該是什麼 LISO LISO是致死基因 也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再講說 什麼叫致死基因 我身上有致死基因 你身上會有致死基因嗎 大概都沒有 但是我們會講說等一下 致死基因不常出現 但是我們等一下可能會提到 但是我現在想先講 跟致死基因相對呼應的是什麼基因 或是相對立的是什麼基因 好 給他 必須基因 必須基因的英文是什麼 Essential基因 那既然是必須 表示它是生存所必須 那人類其實目前來講 大概有三分之一 我這個沒有太多時間跟各位講 要不然的話我可以講說 我可以問你們說 你覺得 維持生命最少的基因需要多少 各 來這個以後我們再想 好 既然是必須的基因 所以它缺少了它 它一定會死 那你可以舉例嗎 什麼叫做Essential的基因 你身上有哪些是Essential的基因 這可能比較好舉例 你就缺它 你應該會死 你覺得你可以想要得到嗎 或是它是用來做什麼的 缺它你就會死 想得到嗎 來 用來做免疫的基因 用來做免疫的基因 其實不見得會死的 你只要不要被感染到 你不會死 但是它也很容易死 好 有朝著這個觀念去 還沒有呢 還沒有 朝著生化 朝著分身 講的這些基因 都非常的重要 呼吸作用相關酵素的基因 呼吸作用相關酵素的基因 請問一下講一下 呼吸作用相關酵素的基因 可以講兩個嗎 在Bital Contra裡面有所謂的 這個酵素 你講的這個呼吸作用 或是這個的呼吸作用 還是在肺泡裡面 讓那個氣體所進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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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的 酵素呢 蛋白的那個 蛋白 TCA Cycle OK 好 TCA Cycle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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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作用所所用到的酵素 的確是 重要的 沒錯 沒有你就不能夠呼吸 OK 還有沒有 做細胞的基因 什麼 做細胞 什麼叫做做細胞的基因 沒有所謂的做細胞的基因 這個講的太廣了 這講的太廣了 複製 對 我就跟你講 DNA複製上幾乎所有的基因 都是致死基因 有沒有應該講 都是Essential 當你缺少了聚頭酶 你還活得下去嗎 你缺少了那個Helix DNA連複製都沒有複製 你會活下去嗎 大概活不下去 我是說 但是有些呢 其實會很嚴重的疾病 不見得一定馬上死 但是 其實我要跟各位講說 DNA複製的基因 或是 轉入轉移的基因重不重要 重要啊 那些缺少了 你大概就死路一條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講就是說 其實Essential的基因 為什麼占了三分之一 其實你注意看 你們為什麼學分身 都要學這些 因為都很重要嘛 OK 好 那再來就是 那剛才我們有講到 像什麼 這個酵素 酵素這個代謝的這些基因 很多 包括你生化 糖解啊 蛋白質合成這些 也都是一樣 缺少其實 很多都有可能會造成死亡 好 那相對的這個Essential 我們現在就講的第一個 Essential的基因 這邊就是主要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例子來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個 小A小A 一個AA 配上一個A 它這個 它有 有顏色是這樣子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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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所謂的 灰黑色 你現在叫做灰色 還有Yellow 或是有一個白色 叫Arbino 白色 沒關係我們先講這個 灰色跟黃色 你看到這個 好 你看到這個小A小A 這個AA配上A 它得到的是 第一代是A 後來呢 這個 全部呢 就是 應該講的 就是這樣 小A小A 我們先看這邊 這邊 你看到這個 它是Hetrolux AY配上A 它是黃色的 小A小A是灰色的 看起來誰像是顯星 看起來AY像是顯星對不對 然後它的 它的子彈呢 你可以看一下說 它配起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這樣子互相配 結果它是 二分之一的 這個 灰色 跟二分之一的黃色 根據孟德爾丁曰 你看這個這樣子 就是Hetrolux 配上隱性的 所以得到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是不是比較符合 符合所謂顯星是誰 Y 黃色 對不對 然後隱性是誰 隱性是 Arcote 是灰色 所以呢 你就會想說 那如果是 AY AY Hetrolux 配上AY Hetrolux 會不會得到 是3比1的比例呢 顯星跟隱性 會不會得到 3比1的比例呢 會不會 當然答案是不會吧 要不然就不用問你 這就是檢查 這個 夾雜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 因為它正常 像如果說 Hetrolux 是產生黃色 Hetrolux 是產生黃色 那你說AY AY 當然能產生更黃色啊 不是 它因為這樣的基因組合 是致死的 所以致死 表示什麼意思 這樣的配胎 長不出來 所以你永遠看到的比例 絕對不會是 四分之三的 Yellow跟四分之一 你永遠看到是 三分之二的Yellow跟三分之一的 Agote 就是灰色 所以就變成是 永遠是二比一的比例啊 所以 這個就變成什麼 致死基因 是不是影響了夢的定律的產生 可是如果說在基因形態是沒有問題 只是因為它死胎生不出來了嘛 你就看不到 OK 這就是致死基因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概念 好 那這樣說明了解了吧 那你說人類有沒有 好 那我這個東西我就跳回去 因為 因為我這個就不再細講了 不再細講說什麼 相對顯性相對隱性這個東西 致死基因有沒有發生在人類 致死基因有沒有發生在人類 有兩個例子 有沒有發生在人類 其實我剛不小心秀出了那個頭 有兩個 有一個case也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顯性的基因 有沒有 你們記不記得你們剛才在寫說 顯性裡面其中一個人就講到 講到那個疾病 那個是什麼 哈 哈利根無導症 哈利根無導症是一個 可是有另外一個 哈利根無導症比較特別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我們先講一個另外一個就是在 胚胎就死掉了 的致死基因 在人類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講義上也都有啊 我們講義上不是有嗎 不就是這個嗎 這個是什麼疾病 這個是什麼疾病 傳心疾病 諸如症 諸如症 或是所謂的軟骨 這個不全症 各位其實它就是一種 也是人類的致死基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的 它的那個 大A小A跟大A小A 產生的是這個 Hetoritis 大A小A是正常的諸如 小A小A就是正常的人喔 正常的身高 但是如果大A大A會怎麼樣 會死掉 所以說它永遠的比例是2比1的比例 它跟那個 剛剛我們講那個老鼠毛色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因為這個 這個為什麼我們講到致死 是在什麼時候致死 胚胎的時候致死 那Honey Tung 舞蹈症呢 它是不是一個致死的基因 有Honey Tung 舞蹈症會死 但是請問你在胚胎就死掉了嗎 Honey Tung 舞蹈症都發生在幾歲人身上 四五十歲身上 你四五十歲上只有Honey Tung 舞蹈症必死不疑啊 為什麼 因為它也會讓你腦悶 你就不能呼吸就死掉了嘛 所以它是不是一個致死基 是 只是它不是在胚胎時期致死 它是在你四五十歲的時候致死 所以我們人類有一些致死基因 就是說到了年輕 十七八歲 十二十三歲 或是說到了年輕才會死的基因是有的 然後這個又是顯性 這個注意這個又是顯性 OK 有些是隱性 像那個肌肉萎縮症那些 那個就是屬於隱性的 但是它也是到了七八歲就會死掉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去一一去介紹一下這些 combination 但是我想我們下一次呢 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到底 combination 是怎麼樣